第3章 重力未能的一般形式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進入第3章的最後一個章節 重力未能的一般形式 請各位翻到課本的118頁 怎麼會又講到重力未能 從國中到高一到現在高二前幾個章節 我們都有講過重力未能 那怎麼還需要講重力未能呢 那其實是這樣的 今天要介紹另外一種表示法 第一種就是各位熟悉的重力未能 還有沒有同學記得重力未能公式 沒錯 MGH 可是這個它有限制喔 它只能用在地表附近 地表附近而已 那今天如果我想要發射人造衛星 想要發射到遠離地表 什麼叫遠離地表呢 其實地表附近就是人類生活的空間 可能只有海拔十公里 幾十公里左右而已 對於地球半徑六千四百公里來說 是微不足道 所以在人類生活空間中 我們的重力加速度均 是幾乎是不便 都是幾乎9.8 可是如果今天要把人造衛星 射到好幾千公里 甚至上萬公里 十萬公里的位置 那我們就需要考慮重力會變弱這件事情 總不能說用嘗試錯誤法 發射人造衛星 失敗了那再花好幾億美金 再發稅一次這樣子 這樣就太浪費了 所以今天要介紹重力會能的普遍的形式 一般形式 先跟各位同學介紹他的結果 結果我們今天的目標 是要找出重力會能的一般形式 它是寫為負的R分之GMM 負的R分之GMM 這是重力會能的一般形式 它怎麼來的 我們會慢慢的跟各位解說 那首先我們的MGH 當初的定義是 我們把一個物體等速的抬升 等速抬升是為了不改變動的 那這樣外力的做工 我的手給它能量 我的手給它的做工 就完全儲存了重力為能 當時我們這樣子去定義出MGH 那今天我們也用類似的方式 來找重力會能的一般式 只不過要多考慮一點 那就是重力隨著距離而變弱這件事 抬升抬升一樣等速度抬升 不改變動能 但是越往上抬 抬到幾百公里幾千公里的時候 重力會一直在變弱 重力一直在變弱 如果還是要等速運動 我就需要讓外力也變弱 等速度是合力為0 所以外力跟重力是互相抵消 那重力會一直在抬升的過程中變弱 外力也要同一時間的變弱 那這樣的結果就會是便利做工的情況 利隨著位移而變弱 便利做工要怎麼算 不能直接用做工的公式 要怎麼算呢 我們在90頁 我們在90頁 曾經有提過 來同學翻到90頁看看 第一個告訴老師 怎麼做的 我們來加分 遇到便利做工的情況怎麼辦 沒錯 畫fx圖 fx圖的面積就是外力的做工 請小老師幫同學加分 所以第二個 我們要由fr圖得到外力的做工 那今天這個外力的做工 在等速的情況下 就會是位能的變化 我們來畫一下fr 好 它的重軸就是外力 不過大小要跟重力保持一樣 那我們順便複習一下 萬有引力公式 重力萬有引力公式是什麼 沒錯 r平方分之gmm很好 那橫軸就是我們的距離 距離地心有多遠 就是r 那這個力就會隨著r 我們越來越弱 那我們一樣呢 只討論地表以上的位置 地表以下當然也是可以算 不在我們課程的範圍內 那這個力隨著距離會變弱 所以它會是長這樣 長這樣 那如果今天呢 有一個小m這個物體呢 從這個位置 就是等速的抬升到無窮遠 從這個距離地心r處的位置 等速抬升到無窮遠處 把他的位移打這一段 把他的位移打這一段 等速抬升 不改變動能 外力的做功 都變成了重力未能 那這時候FR圖的面積就是我們的位能變化 就是我的外力做工也是位能變化 所以這塊面積就是外力做工 同時等數抬升動能不變 外力做工就是位能變化 可是這個面積並不是三角形 它這個並不是三角形 這樣下來 像滑水道有點圓弧狀 有點弧線的 這個面積我們沒有學過它的公式 課本是直接告訴我們 由微積分的結果可以得到 這一塊面積從R到無窮遠 外力的做工 這塊面積就是R分之gm 沒有平方 沒有平方 是R分之gm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位能變化寫為這樣子 那位能變化其實就是末位置的位能減掉出位置的位能 末位置是排到無窮遠去 無窮遠處 出位置是R處 這時候我們就知道它的位能變化 接下來一步我們需要的是把R處的位能表示出來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在重力位能的章節前面幾章 我們說重力位能的圈圈面是可以任意選擇 但是它的差值不變 就是我可以選擇這個一樓地板為什麼面 或是可以選擇樓上地板為什麼面 沒錯,靈位面 靈位面 這個樓層的地板的位置為靈位面 那科學家呢 在選擇的時候 是以無窮遠處 為靈位面 也就是無窮遠處的外能為靈 這樣子 這樣 那麼 上面這個式子就可以寫成 這樣子 就可以寫成這樣子 只不過中間這一項 我們設定它為靈 設定它為靈 這時候左右兩邊都各自剩下一項 那我們想要知道的R處的重力位能 就得到了 重力位能的一般式 就寫為 負的R分之大G大N小N 這個要記起來 這就是我們這個章節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公式 那記得選擇哪一個點為靈位面 才得到這樣的結果 選擇以無窮遠為靈位面 這樣子做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可能同學會有點不習慣 好像距離地球 不管多遠 只要地表以上 好像位能都是負的 可是我們習慣的位能是正的 那怎麼會有負的位能呢 那我們 習慣的不是MGH MGH R越大 那這個 位能越大 這時候怎麼會有負的呢 其實這樣負也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來檢查一下 如果今天R 變大 那這個 分數會變大還是變小 會變小 因為分母變大 可是呢 注意前面有負號 所以它是負的變小 所以就是負的更少 負的更少 R越大會讓負的更少 負的更少不就是比較大的 比如說負1負2負3負1比較大 所以負的少就是比較大 那當這個R到無窮大的時候 無窮遠的時候 分母無窮大 整個就變成0 所以意思是說 在 抬升抬升抬到無窮遠處的時候 負能是最大的 可是我們卻把這個最大的負能定義為0 那比它小一點的負能 就要小於0 所以所有的其他 除了無窮遠處以外 所有其他的負能都是小於0 這樣做有一個好處 第一個是虎視線 如果今天我們還是以地球表面為0位面 那在討論這個火星的表面或是月球的情況 如果你的0位面就要換成火星表面或是月球表面 就會有點麻煩 可是如果今天選擇一個 無窮遠處為0位面 那無窮遠處對於地球或火星或月球 都是無窮遠 那這樣就具有 普世性 那第二個優點是 這個負 可以看成是比0還差多少 因為0就是無窮遠 那比無窮遠還差多少 無窮遠有另外一個意義 就是脫離引力 當這個R在無窮遠的時候 這個外流引力才會變成0 否則的話總是會有一個外流引力 把物體想要拉回來 那只有當物體到達無窮遠處 引力才會變成0 那也就是說到無窮遠處 就會是脫離這個引力場 那既然無窮遠處是脫離 那這個距離0位面 還有-GmN 還有-GmN 這麼多 那這些能量 是不是就可以看成是 還欠多少能量可以脫離 所以它還有這樣的一個方便之處 還欠多少才可以脫離 那麼今天我們就跟各位介紹了重力未能的另外一種形式 就是一般是 一般不是NGHL 是這個-R分之Gm -R分之Gm 那它是怎麼來的呢 是考慮重力會隨著距離而減弱 那它是屬於便利做工的問題 就需要畫一個F-R圖 F-R圖底下的面積呢 就是位能的變化 然後我們定義 哪一個點為0位面 無窮遠處為0位面 就等到了重力未能的一般形式 謝謝各位同學